大家好,现在我们加拿大风情有四位主持 很久没有见到Norman,Norman归队 今天去哪里玩,稍后会和我们一一介绍,欧洲 再介绍我们的主持旅游,Jacky,嘉宾猫老板,Herman,资深传媒人,Norman 不知道他正职做什么,除了财娟,我们常常都可以多时间旅游 刚刚对上正职就是旅游达人 稍后和我们分享一下,从加拿大出发到欧洲玩有什么好地方 还有价钱和在香港或在亚洲地方出发,比较如何 以及今次疫情之下,之后,我们已经开放了 但是亚洲可能还未开放,到欧洲的时间 是不是少了很多国内同胞或者亚洲其他人物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回到这边,我们来讲一下加拿大的投资新闻 其实今次没有什么特别的大新闻 只不过,又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6月份加拿大的通胀,8.1%是近40年新高的 希望我们的汽油价格有少少回落 在7月时我们的物价指数 希望可以缓和少少 但是真的不知道 之前想到没有想过,8.4% 真的要买米放在家里 不是过了几个月又贵 不如先买了 我现在也是 加拿大投资公司 昨天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由于飙升原油价格推高了的生活成本 加拿大6月份的通胀和一年前比 上约有8.1% 较为5月的时候高了0.4% 也是40年内最高的水平 经济学家预测 希望未来的月,原油价格慢慢回落 通胀率可能是从顶峰有少少回落的 真是很害怕我8.1% 他说6月份的价格上涨 主要是汽油价格上涨 原来油价每年的涨幅和去年比 已经超过了50% 我记得那时候是一公升的油 现在经常是2元多些 最近就回落少少少 1.99% 1.99%都可以进入 真是特伟大 真是特价 但是陈圆的那些 原油价格上涨并更贵 我记得上次好像2.1公升 差价越来越大 以前87和92差少少 现在差2-3毫尺 可能快要拍得住香港 香港价格更贵 香港价格更贵 但价格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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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被人炒了 这么厉害 益完街坊 然后撞烈犀牺牲 2.1公升 2.1公升 对 打烧了0 之类的东西 所以大家很紧张 大家看着股市 作成 вид 我们加拿大开告 说她们8月16日 再报备出7月的通胀 辅 д 装发出 若果还不停的上升 那我们加拿大的央行 在最新的货币政策里面 可能还有一个利息的变动 究竟在9月7日的时候 央行再澈国 如果利息可以再更加 房地產也受到一些打擊,然後租屋的租金肯定會上漲 平均的按揭貸款,每個月的供款也會上漲 如果沒有鎖定定的利率 我自己一直貪小便利率低的市場浮動來做這些按揭貸 現在每個月都會收到一封信,說遲些要加1% 對,收到銀行信就很遠了,不停加 其實我們的食品都是高昂的 另外再加上,就可能Norman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原來除了疫情限制令解除,旅遊業開始復甦 加拿大的人每個出去旅行 造成所有旅遊相關的服務行業和其他價格全部飆升 飆升的評估就是跟一年前比較 全國的住宿的價格,就是你去酒店居住 就上升了50% 如果去年100元一家房,一萬的就200元 你知道一家的房租就不只是房租 因為你知道每個城市和住酒店有附加費 然後稅務加,之類的,其實是相加的幾多 Anyway,講了這些,大家看送食飯 剛剛放監出來去旅遊 錢幣不是一個問題,最重要是玩得開心 但是回來買單,找信用卡的數目的時候 看一看就會驚心動客 Norman找了數目 Norman不怕 Norman是完全不用提 沒錯 另外一個報道,其實也是跟通脹有關 原來6月的通脹一直上升 為什麼呢? 基本上加拿大人都因為通脹高企 生活在加拿大了 但是加拿大三大超市集團的利潤大幅增長 Norman是我們其中的最大一家 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如果大家來到大多地區 甚至是華人很出名的超市T&T 都是被Norman收購了 Norman收購了 Norman原來第一個季度 盈利上升了40% 為什麼呢? 原來超市的貨品價格平均上升了9.7% 通脹是7.7% 說不定他們加錢的時候 加得比通脹更前線 加多一點點 叫他們利用增加了 因為那些貨品 上一批入那時候還是便宜的 但是現在先加好 因為知道下一批會貴 現在他們利用增加了 那三大超市其實是Lock Loss Empire和Metro Metro其實在東邊比較多 他們第一季盈利分別增長 大概是21%,27%和15% 總之每個人都有多些錢賺 原來Empire的線 就是Sobies 或者其他有很多不同的品牌的超市 都是以下他們的 這是總公司 而且我也覺得有一個原因 就是疫情的時候 很多人不出去吃飯 因為家裡煮飯更多 你幫助陳超市會更多 Norman有沒有賣數 是的 其實這個情況就是很多家庭 其實這裡有很多移民的家庭 有很多人在家裡 以前來說 就經常說 每個星期外出外吃飯 每個星期都不太像 但如果你這樣的話 這條數就很耐心 那些貴也很厲害 所以很多家庭 不如我們在家裡吃 這樣就變成大分別 所以也是減少了去餐館 然後就增加了去超市場買東西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令到他們的盈利增加了 不過現在餐館的消費 我也覺得有些吃驚 越來越貴的東西 我不知道Jacky 你知不知道現在我們在列治民 一龍蝦餃的蝦餃指數 喝茶指數是多少 誇張 誇張 十元才能吃到龍蝦餃 只有四顆 除了兩個半一顆 真的 你真是要命 那是誇張的 如果這樣我叫龍蝦餃算了 不要搞很多 湯餃也十幾元 一顆而已 那我吃龍蝦餃是價值有限 你叫龍蝦餃 然後你還要加稅 還要加貼士 就是十元 那你除了兩個半 一顆蝦餃 我不如去七仔 買一包蝦餃 蝦餃式 不過現在在這裡喝茶 我覺得連稅 應該基本上每個人的消費都要25元 或以上 比較好的餐館 而且你一下子不小心 做兩碟特價菜 例如 一碟燒豬 燒豬 燒豬 那些 一頸血 你是一隻豬給一隻湯 然後再加 綠綠的菜 變成每幾個月 可能去上海館吃便宜一點 再加多兩個粒飯 油條 就這樣粒飯 油條 算了 超市 我看歐洲吃的 歐洲那邊比這裡更貴 瑞絲 當然 瑞絲差不多 差不多 我看來參加的菜是比我們更貴的 30% 你是不是更貴的旅遊 我到處都有看 我不是去最貴的 一般普通的 都已經比我們更貴的 30% 但是我記得我十年前去伊斯蘭 即是Northic那幾個城市去玩 幾個國家的城市去玩 在伊斯蘭 因為一到冬天 什麼都要飛過去 基本上沒有陸路運輸 那些食品是挺貴的 好像一個扒 那時候都射幾萬元 EUR 十年前 我當時覺得 但是原來那些人的公司都挺高 因為政府的福利非常好 那他們那些人反而是怎樣說呢 就是很奇怪 我當時是 加拿大領事館邀請我們去做一個講座 去到那裡 就有機會去到 其中一個是本地的僱員 即是伊斯蘭本身的僱員 就是在加拿大領事館裡面工作 他請我們去那裡吃飯 進去到那裡 原來真的看到這些傢伙 好像現在的家庭 全部都是那種風格 很簡約 很簡單 很輕盈的傢伙 家庭其實是很簡單的 一家六口 五六口都住 都是木班地 比如我們去中國 包括香港那些比較漂亮的地方 住宅 我們是常常的 比較奢華的布置 他們就非常簡單 好像很原始 很自然 用木 和淺色的木 那裡就很推行電動車 就是電車 EV vehicle 可能原油那些運送過去 可能成本高 但是我不知道 總之是他們的經濟能源 我在歐洲那幾個城市 譬如德國 瑞士 法國那些地方 我突然發現 是很少電車 很多都是走普通的電油出來的 荷蘭應該多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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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也是單車 荷蘭的車都很少 因為他們的車擁有費用很貴 他們的排費很貴 那單車真的很多 你去荷蘭來說 隨時是比較單車撞到的 因為他們到處都是單車 就是排費貴 其實是政府的指議 不關原油價格的事 是政府想控制車的數量 所以升高了那個要求 在歐洲那邊 它也是2.31公升 不過是2.31公升 好多 比這裡更貴 算回數 它那邊是接近3元 3元左右 那邊現在不能說 那邊有些貨車 我不知道怎樣搞 很昂貴 加拿大的統計 訪問了所有市民 超過一半的人都說 未來下一輛車是要買電動車的 嗯 所以我覺得電車的趨勢 是阻擋不了的 我自己也剛剛 其實頂的兩輛車都是電動的 有一輛 應該是8月底去頭到 那很幸運 第一就是我頂得早 那變成拿到車 不是遲些頂要等很久 第二就是我們加拿大政府 那一輛聯邦和省 還有一個補貼 總共加拿到八千元 八千元的補貼 那一輛七萬多元的車 八萬元左右的車 減一減 就是人節省很多 10% 那些人都說笑 就是我今天去拿車 如果給我明天去賣 我隨時賺2萬元 因為第一就是很多人 扔不了車 第二就是8千元 就是可以 跟炒iPhone的電動是一樣的 有機器可以馬上轉手 是啊 下去信我轉手賣一輛特斯拉 我覺得這輛車 就像手機電話一樣 要供兩年 現在那些寶馬 都是拿車子去簽 簽了一個文件 第一就是 如果你不是利益 或者是販賣 他就控制住 他要你簽名文件 第一就是 不能出口 第二就是六個月之內 不能轉賣 還有 他基本上 如果發生這些情況 他可以暗記出來 即將來他不再賣 那時是Benz 那些人不知道會被罰多少錢 如果有這種情況 這些人不知道 其實電車本身沒有什麼 可能那些人怕他 有時候不是只賣 去中國 那些地方 有時候是把那些車 運到美國賣 因為美金和加幣 有個回來的差價 還有那些車 基本上是通行的 大家都是左軚 你駕下去就可以 以前就說 那些轉數錶 那些咪錶 要改 因為我們是用公里 美國是用英里的 但現在全部都是電子 你自己搞定 那些是液晶的 鏡頭 不如我們說完最後一宗新聞 這個真的很奇怪 這個從來都沒有聽過 原來我們溫哥華的市議會 就通過了 他們這個市 這個市 溫哥華市 就代表我們全溫哥華的66萬市民 支付每人一元的費用 放在一起 準備對於大的油公司 那些公司的企業 就做了一個集體訴訟 他們告他們什麼呢 就告他們 就要求世界主要的石油公司 支付市議會 為了應付氣候變化 所有洗的相關的費用 那就是 那些人買些油給你 那你用車 用什麼消耗些油 就會令到 有氣候變化的問題 那我們政府 為了抗拒這些氣候變化的問題 就要做很多東西 花很多錢 那這些就要跟這些大油公司 告他們 拿回一些賠償 那這個就跟之前 我們市政府 不是市政府 是省政府 那些省政府 就告我們大的煙草商 就說他們 令到我們醫療的支出是增加 因為他賣些煙草給人 那些人吸了之後 就危害健康 有很多因為吸煙而造成的病痛 要去醫院的醫療制度 要照顧那些人就花了很多錢 那這個其實是我的想法 也很奇怪 就是 我們任何人都應該可以告市政府 因為市政府 容許他在市區裏面 被人開油站入油 而導致影響氣候 那是不是又可以告他呢 因為他是批准了那些人賣 不是什麼 其實是多餘的 其實不如把能量 要求政府暫時停止 不要收汽油稅 把碳稅先停止 直至通帳跌到3%再說 那誰給了那些錢 政府 不給了 很快就有大選 通常在選舉之前 政府要派錢 派錢就是要到處刮 在哪裏找錢出來刮 現在如果是稅收 繼續增加來收 待錢之後 在選舉之前 所有人都會派錢 Norman有多少小孩 一人一千 Herman有多少小孩 你多生一個獎金 你五千 那些人物八十手掌 又說day care不收錢 是 講到集體訴訟 我昨天看到 上星期有個雜誌封面 也說了上次 有間電訊公司 停了幾天 接著又有集體訴訟 已經不是用戶的問題了 不是個體用戶 在商戶做到生意 比較大的事情 因為之前很多人都亂不上去 只是沒有信號 但也有說 上次也說過 有緊急事故 找不到911 其實背後的危機都很大 Norman知道這件事嗎 在旅遊過程 我知道 我在外交方面 用信號訊息也不成功 是 他整個 他做安全訊息 但信號訊息也不能回到我那邊 有些人 最近也有很多銀行 做兩個步驟的認證 即是兩步驟 如果你是進入銀行 他要把銀行傳送給你 你把銀行傳送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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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問題 就是當你拿不到銀行 你進不了銀行 賺不到錢 買不到銀行